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海市如今有了功名 还送哥哥东西来 我在这儿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拘手 师父这事确实怪我 而且我应该稳重一些 不应该这样跑到街上来 我这就去面壁 回去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 师父您让我搬 你一个人在季风馆 确实不合适 搬到昭明宫去 海市儿 还愣着干嘛 快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这雨一时半会是停不了了 你 你 这正好就是送你的 里面是个玉瓜件 送我的 小海市如今有了功名 还送哥哥东西了 真是不一样 人也变得阔绰了 你不要 还给我 要要要 海市送我的东西我当然要了 嗯 我在这儿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拘手 啊 嗯 不会 师父 怎么会呢 有师父在 我们才安心嘛 师父在 要时刻想着规矩 确实有些拘束 不过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师父教导的 要时刻谨记在心 好 好 嗯 还是 送师傅的礼物买 没有买啊 我觉得这街上的东西太粗糙了 师傅肯定用不惯 粗糙用不惯就不买啊 你这是什么想法 你平时做错了事情 师傅没少在后边给你收拾烂摊子 这样吧 今日呢 我借花献福 把你送给我这个玉佩送给师傅 等下次师傅过生日的时候 你再送师傅一个更搭更好的 不用了 雨停了 走吧 这么一般呢 我们就有一段时间不能在一起了 不过幸好过不了多久 你 我 还有师傅 我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去到皇宫以后能一起做很多事情 还是 当然啦 方竹药 你轻迟点 你现在可是个姑娘